哈囉大家好,我是尋霸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這個Poema Evo 它的空氣清新機的清潔效能 那我在這邊準備一些家庭常見的空氣污染源 比如說香 大家很多家裡都會有擺這個香爐 那我這邊點了九支香一起燒 那再來是我用了氣炸鍋 然後來烤一些雞腿、烤雞翅 然後最後等香燒完 我還會再噴一些香水 來製造一些TVOC就是甲犬 這邊我準備了兩台 這個第三方的測試椅 那這兩台的偵測的水準不一樣 那大家也可以做個參考 那我這個支香已經快燒完了 空氣污染已經很高 我在室內眼睛都睜不太開 這台機器還沒有開機 好,等整個燒完之後 我們再噴一下香水 然後來看一下整個指數 從高到低需要花多久時間 OK,我們開始吧 好,現在香已經差不多快燒完 你看它已經剩下最後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來噴一下這個香水 讓這邊的甲犬提高 好,那你看一下現在的TVOC其實值蠻低的 噴下去它的素質就比較飆高 大家看一下 多噴一點 好,現在素質已經到最高了 這一台也可以測TVOC 你看它的甲犬的素質也變高了 好,機器開機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多久 可以恢復到正常的素質 好,現在時間大概過了5分鐘 從500多降到200多 那對我而言 屬於舒適的標準 應該要在50以下 那到個位數的時候 是完全的乾淨 好,我們先看它多久 能夠降到50以下 好,現在時間過到13分鐘 那現在的素質是181 我們就繼續 好,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半小時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個 兩台素質 都已經變到很漂亮 都是在50以下 PM2.5 這台現在是34.5 然後這台的PM2.5是62 好,我剛剛去外面吃飯 吃飯完回來 現在大概時間過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數字已經回到個位數了 各項數字都已經回到個位數 那二氧化碳還是普通 那就代表這台空氣清淨機 Poima EVO 它確實是有效的 它針對各種污染源 都有確實的清潔效果 那我這個環境 雖然是半開放式 但是我的門窗都是關閉的 好,以上就是這台 Poima EVO 空氣清淨機的測試 家庭的常見污染源的測試 家庭的常見污染源的測試 家庭的常見污染源的測試